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用简单的透镜组合制造出了能够观察到月球表面 木星的卫星以及太阳黑子的望远镜 讲算一下 伽利略在夜空下兴奋的指着木星告诉他的朋友们 看 那是木星的四个卫星 咱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这就像是今天有人告诉你 地球其实是个大球 大家都在围着它转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然而伽利略的发现并没有得到当时教会的欢迎 教会的神父们可不想让自己的地心说被推翻 笔记这可是他们的金饭碗 于是伽利略就像是一位在舞台上表演的魔术师 试图用科学的魔法来揭示真相 但教会却像是一个不愿意接受新魔法的关注 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法杖 在1616年 教会正式警告伽利略不要再宣传日清说 伽利略则像个顽皮的孩子继续在科学的道路上狂奔 他为教会审判甚至被阔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想象一下伽利略在审判膝上 心中默念我只是在告诉你们 宇宙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不过伽利略并没有就此沉默 他在家中继续进行实验 甚至在监禁中写下了对话论两种世界体系 这本书就像是他给教会的最后通牒 用一种机制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传达给了后人 可以说伽利略的斗智斗荣 不仅是科学与宗教的较量 更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 最终伽利略的科学思想在后来的岁月中得到了认可 教会也不得不承认 宇宙的确是一个复杂而美丽的地方 伽利略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的探索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但只要我们坚持真理 终将迎来光明的未来 所以下次当你仰望星空时 不妨想想伽利略和他的望远镜 或许在那浩瀚的宇宙中 依然有许多未解之谜 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达尔文的海归 进化论与慢半拍的奇遇 当然可以 达尔文的海归听起来像是一个海洋冒险故事 但实际上它是进化论的一个有趣切入点 让我们一起潜入这个话题 看看这些慢半拍的生物 如何在进化的舞台上演绎出自己的精彩 首先海归的进化历程可以追溯到大约15000万年前 海归的游戏是一种类似的 在海归的游戏上游戏 在海归的游戏中选择了水下生活 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陆地上的恐龙太过于咄咄逼人 于是海归们开始了他们的慢半拍生活 悠闲的在海洋中游艺 享受着海藻和水母的美味 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提到 物种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 海归的慢半拍生活方式 其实是他们适应环境的一种策略 他们的壳不仅是保护自己的盔甲 还是一种慢生活的象征 想想一下 如果海归能说话 他们可能会说 他们可能会说 快节奏的生活不适合我 我更喜欢慢慢享受阳光和海浪 有趣的是 海归的繁殖方式也很特别 每年他们会回到出生的沙滩上产暖 仿佛在说 我虽然慢但我有我的原则 这让人想起来那些总是拖延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写论文的学生 虽然慢但总能在关键时刻完成任务 在进化的过程中 海归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比如捕食者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 尽管如此 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 成为了海洋生态系统的重量一环 可以说海归的慢半拍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生存智慧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海归在海中悠闲的游动时 不妨想想他们背后的进化故事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有时候慢下来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进化不是一场短头 而是一场马拉松 而海归们显然是这场比赛的慢跑冠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爱因斯坦的袜子 相对论与食伤的奇妙碰撞 各位同学金跳护掌是右掌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爱因斯坦的袜子 相对论与时尚的奇妙碰撞 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 这个话题绝对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的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然而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并不是他的科学成就 而是他在生活中那些看索琐碎 却又充满趣味的细节 比如他的袜子 爱因斯坦的袜子传说中总是缺少一只 或者说是单身狗状态 有人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思考宇宙的奥米时 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袜子的搭配 想象一下爱因斯坦在黑板前手里拿着粉底 满脑子都是相对论的公式 脚架却是一只黑色袜子和一只条纹袜子 简直是时尚界的相对论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爱因斯坦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不买几双新袜子 他微微一笑呼召使用它 回答说我只需要一只袜子来保持温暖 另一只袜子则是为了保持我的思维灵活 这句话不仅让人捅吐大笑 也让我们意识到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是多么的独特 在科学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 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就像他的袜子一样 搭配与否并不影响他在科学上的成就 或许爱因斯坦想告诉我们 生活中有些事情并不需要过于严肃 偶尔的袜子不合也能让我们保持创丧力 当然爱因斯坦的袜子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 我们是否也应该保持一种轻松的态度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或许我们也可以从爱因斯坦的袜子中汲取灵感 学会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乐趣 哪怕是从一只袜子的搭配开始 总之爱因斯坦的袜子不仅是他个人风格的体现 更是科学与生活之间奇妙碰撞的缩紧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像爱因斯坦一样 保持对科学的热爱 同时也不忘享受生活中的小乐趣 毕竟谁说科学家就不能有点时尚感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读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河 走进几位伟大的科学家 加利·德尔文和爱因斯坦的精彩世界 首先我们聊了加利略与教会之间的斗智斗勇 如何用他的望远镜揭开宇宙的谜团 虽然遭遇了教会的重重阻挠 但他从未放弃追求真理 接着我们潜入了达尔文的海洋 探讨了海龟的漫半拍生活方式 如何在进化的舞台上以独特的方式生存 最后我们以爱因斯坦的袜子为切入点 幽默地看到了这位伟大科学家 在生活中与时尚的奇妙碰撞 提醒我们在追求科学真理时 也要保持轻松的心态 这三位科学家的故事 不仅仅是他们各自领域的探讨 更是对人类对真理与知识 不懈追求的深刻反思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智慧和幽默 正如他们所展现的那样 科学探索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但坚持下去总会得到回报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你们的脑海中 是否也浮现出一些有趣的想法呢 你们对这些科学巨匠的看法 或者你们自己在生活中 有没有类似的伽利略时刻 或者海归时刻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奇妙世界 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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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s laugh while we cry every soul in this fight 我们的频道 Empty smiles 我们的频道